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以及连接到你电脑上的软体 Logicon 6 本身的连接并不需要驱动程式 它只需要一个USB插到你的电脑上的USB孔 就可以作为连接了 现在我就接Logicon 6 到我的电脑上去 请看这一边 这边是不是写着正在安装装置驱动程式软体 这代表电脑正在安装你的Logicon 6 当你看到上面写USB印象装置的话 这就代表它已经完全安装了 好 那接下来我们要安装一个软体呢 叫做 IMAP 那 IMAP是什么呢 IMAP其实你可以去想象 它是你的硬体与你电脑上的软体之间的桥梁 你需要 IMAP来设定你Logicon 6 里面的控制器功能 为你电脑上软体所用的控制器种类 那其实这样讲是有点复杂 但没关系 因为我马上就要做给你们看 好 那我们现在来安装 IMAP 我们第一点要做的事情呢 是先把Logicon 6 里面附上的光碟拿出来呢 然后放进到你电脑上里面的光碟机 当你放进去之后呢 电脑就会侦测着光碟而出现这个视窗 那我们点一下去打开它 然后呢 我们要进入到 WING这个资料夹 之后我们进入到 F Command 资料夹 在这个地方呢 我们找一下 它有个特别叫做 LG Setup IMAP 或者是 LG IMAP Setup 那我们就找这个档案呢 然后点两下 那我们就先稍微等一下 好 它的视窗出来了 我们点 NEXT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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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然后 INSTALL FINISH 就是这么快 好 那现在我们先打开我所用的软体 我所用的软体呢 叫做牛云斗斯 那Logicon的功能呢 也可以在 Qubits Sona Logic 甚至连 GarageBand都可以用